僑胞热情欢呼 现场作物失席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14号晚间出席 全美僑胞参会 而这也是胜选后 第一个卸票行程 全程流利台语表达感谢 坦言一路走来相当不容易 而这回民进党能打破 政党无法连任三届的魔咒 支持者们功不可没 很多的 至于2024国会习次失利 赖清德同样不� tekn 风云浪 其实看不到美国死者的 賴晶德前腳剛走 戰貓副手隨後跟上 直言贏得勝選之後 壓力同樣接踵而來 賴晶德前腳剛走 戰貓副手隨後跟上 直言贏得勝選之後 壓力同樣接踵而來 2024選戰落幕 賴晶德上僅發條繼續走對的路 近新聞 黃其昂十二位採訪報導 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